第四届民营企业家盛典 8月26日至27日在深圳举行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董明珠 以新智能制造为主题 结合自身及企业发展经历发表演讲 当被问及格力电器没有进入2023年 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是否会感到焦虑时 董明珠回应说 不焦虑 坚定地走好自己的当下 让企业成为百年企业 那才是最终 我说我不焦虑 我每天只有两个字斗争 没有什么很焦虑 因为我们每天都在找自己的布局 我们不断地自己完善自己 我们不断地是什么 有生命力 没有进500强 也不难过 进500强也没太高兴 坚定地走好 自己的当下 今天让企业能成为百年企业 那才是你的最终 斗争一词始终贯穿整个主题演讲 董明珠始终认为 斗争是幸福的 近日 关于董明珠不招只想要工资的年轻人的言论 受到社会关注 她回应称 企业提供平台 年轻人应该发挥智慧 通过奋斗才能获得回报 因为你发挥了智慧 你才能有回报 如果说我们简单的是说取 我们今天是伸手要 怎么可能和谐 是不可能的 我们这里有无数的年轻人 优秀的年轻人在这里成长起来 我们现在的忠诚一项干部 基本上都是80后 那我成为一个业务员 当过部长 当了副总 当了总裁 当了董事长 难道是那个提拔我的人 就应该给我这个位置吗 那是你自己去努力去奋斗的 所以我的情况 就要在奋斗中前进 数据显示 截至2023年5月 格力电器累积申请专利 11万0398件 其中发明专利 五万7866件 董明珠表示 中国制造业要强大 企业一定要坚守自主创新 是因为我们只十年来 坚定的不移的走自主创新道路 自主研发技术 自主培养人产 同时我觉得更骄傲的是 整个企业的一套管理体系 不是我们模仿来的 是我们自己不断的完善 强大不是霸道 是有能力去去拿 给别人帮助 那叫强大 所以中国制造业要强大 一定要坚守自主创新 哪怕路子慢一点 也要坚持自主二字 据悉 本次盛典以企业家精神为切入点 通过聚焦组织创新 品牌增长 商业模式重塑 以及品牌出海四大关键维度 与企业家们 共同探索民营企业 未来发展的新方向和新机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